新鲜的松针能不能直接加工饲料颗粒用来养羊 你好 朋友们 张燕 应咱们的粉丝要求还是在厂区 帮他测试新款的3D零型饲料颗粒机 这台设备是准备发往黑龙江 奇迹哈尔 赫山县 李老板采购 磨盘不转亚热驱动 安装5毫米磨盘 专门生产牛羊草料颗粒 那养殖物的要求是把松针剪碎以后才达到这样的效果 然后混合上等比例的玉米 直接生产绿色饲料颗粒 咱们先简单的做一个测试 今天测试的还是新款的颗粒机 磨盘不转亚热驱动 两侧的漏料面积足够大 稍微长期的直炒玉米棒子 这台设备都可以加工 而且这种绿色饲料颗粒加工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第二个测试咱们就简单一些 整个的玉米棒子加上这种长的松树条 直接压制饲料颗粒 料总的我们拆下来了 为了让大家能看到这部结构 我们直接启动 这台设备配套的是三项链22000瓦的六级电动机 低转速高扭矩 像玉米棒子 玉米芯 还有这个小树枝都可以碾碎以后 直接加工饲料颗粒 那有些养殖户说 张一啊 你这新款的300颗粒机效果不错 就是价格太高了 有没有便宜一些呢 还真有 咱们还有210 200可供你选择 这个颜色怎么样 朋友们 连这个松树条 带玉米棒子完全碾碎以后 挤压出来的颗粒 绿色的颜色 然后看一下料仓里边 这个是一进到顶的视频的 中间我们不做剪辑 料仓里边现在也是干干净净的 您看一下两种原料 做好的颗粒效果怎么样 这个是碾碎的松针 加上玉米 直接加工饲料颗粒 这个呢 玉米的比例可能会稍微大一些 做出来颗粒硬度也高 颜色呢 是一种浅绿色 这个呢 是新鲜的枝条 加上玉米棒子 直接加工的颗粒效果 这个 您看一下 做出来的颗粒颜色呢 就会更深一些 而且含水量稍微大一些 这个颗粒呢 你如果想要时间稍微长一下 储存的话 就需要稍微晾晒一下 就会再次加工的颗粒效果